《龙珠超新剧场》,红断代军团制造出最强人造人,物饭终于被重启了。 《龙珠超新剧场》终于来临,不过真正上映的时间是明年的4月份,现在官方仅仅是给出了两段预告片,但从预告片来看,就足以证明,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呢,有釜底,有热血的战斗,还有幽默和搞笑的镜头。 而且从画面上来看,相当有历史感,因为内容是讲述红断代军团复仇的故事,当年悟空一个人干翻了红断代军团的人,现在他们卷土重来,不过这一次不仅仅是用武器征服世界,而是用改造人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-红断代军团制造出最强人造人 01-红断代军团可以说是下了血本,他们利用自己的势力和财力,在某个地方研发了一款最强的人造人,其实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,人造人很早就出现过,但这一次的改造是加强版。 据说比布欧还要强,这就有意思了,当年悟空一个人打布欧的时候,基本都是失败告终,而现在的悟空领悟了疾异功,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火花,还真的挺期待。 02-五犯终于被重启了,不过,这一次的主角不是悟空了,而是悟犯和比克。 02-五犯终于被重启了。 02-五犯终于被重启了。 不过,这一次的主角不是悟空了,而是悟犯和比克。 这一次可以说是全员作战,不过作者似乎有意要给悟范重启的机会了。 毕竟悟范已经荒废了很多年,自从龙珠超开启之后,这一系列中都没有悟范的身影,悟空和贝极塔不断强大,悟范彻底变成了一位学者照顾家庭。 这与他的设定不符合,所以启动悟范,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也有人说,这不就是悟范vs沙鲁的重制范吗? 当年沙鲁入侵地球的时候,也是小悟范解决的沙鲁,只是现在的悟范长大了,然后对手换成了红缎带军团的人造人而已。 看上去是那么一回事,但悬面还是有的,两者不同的是,新的人造人会带来不一样的技能,而悟范会不会也领悟了疾异功,这都是有看透的。 零三悟范是比克的亲儿子。 悟空和北吉塔去了维斯那里修炼之后,就没有管过悟范了,现在的悟范还是跟着比克一起修炼,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悟范越来越像比克了。 有不少网友说,悟范更像是比克的亲儿子,穿着,头戴白毛巾,还有披风,完全一模一样。悟空再不回来,比克就要认领悟范了。 但我个人感觉悟范是想要通过这一战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,因为悟范这些年的镜头确实少了很多,导致很多人都质疑她的实力有没有那么强了。 甚至都快忘记自己是塞亚人的血痛了,龙珠超除了讲述宇宙强敌之外,就没有给悟范的故事,照这样下去就快被遗忘了。 所以,鸟叔为悟范搬回一城,让她在剧场版出现风头,这也算是弥补了悟范多年来的空缺。 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